传承书法精神,美宁青春的辉豪活动也成为书法界的年度盛世 书法不只是沟通的工具,还包含艺术元素 使它在这原子笔和电脑的时代里仍被重视 书法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工具 无论是记录资料或单纯创造优美的形式 书法成为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的记忆 勿须新春开笔辉豪大会是书役传心辉豪贺岁 也是书法界的年度盛世 这首届于民国87年举办至今已20余年 对书法文化传承特具意义 社会大众的反应相当踊跃 其中以大专社会主为罪 当日收到作品后 邀请书法名家组成五人评审团完成评审 主别包括长青组、大专社会组、高中组、国中组、国小组 奖项分别给予特优、金牌、银奖、铜奖、入选等计300余件得奖优异作品 今年各组特优作品与邀请书家作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展出 同时展出今年开笔官与书传生 美人辉豪的大字 勿须丰和庆极锐 旺年临门祝祥风 虚岁平安迎春景 犬望富贵 增福祥等28福吉祥连聚 象征举国安居乐业 新传书役 十方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